各位 今天是年初三 中國人傳統叫做戳口 大家都不會去拜年 就免得跟親戚朋友吵架 但今年很特別 又剛剛是情人節 情人今天一定要出來 大家見面 慶祝一年一度的情人節 但遇對戳口 一對小情人會否見到面 就喊打架 如果喊打架就不應該出來 但如果不出來又如何 寬怒情人節 我相信今年情侶都相當頭痛 可能要靠視像去到情人節 好了 閒話就說了 由於今天是戳口 我們可以跟人吵架 所以今天我的影片 要破口大罵 罵哪些人 大家記住收看 在我未答正題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 呂志華聲音雜誌頻道 和按鈴鐺給個like我 以及把我這條影片 廣傳出去 多謝各位 好了 現在我就開股 今天戳口 我要罵的 就是港交所 而今屆 港交所的主席 就是史美倫 史美倫 以前在證監會 他 就叫做查史美倫 我們都叫他查死你們 真是很多人被他查到死了 好了現在轉了港交所 他又不用查我們 所以就叫做史美倫 他現在擔任港交所主席 他的公職有沒有 我就不清楚 但港交所的股價就不斷上升 而港交所股價的上升 是要多謝兩個人 一個就是特朗普 一個 就是李小嘉 李小嘉擔任港交所CEO 那麼久 大家可以看到 說港交所的股價 不斷上升 港交所的業績 相當之亮麗 李小嘉是很成功 是引進國內很多大企業的獨角獸來香港上市 而他也是排除曼南 例如同股不同權 經過一段時間的擾讓 終於很辛苦 都可以在香港成功通過了 就幫國內很多企業大開綠燈 很多新經濟股就可以順利來香港上市 好了那另外一個人就是特朗普 特朗普在任期間 他對中國處處針對 處處打壓中國企業 但原來他是幫助賭亡 他越這樣做 反而對中國企業越有利 害你反而益了你 尤其是香港 更加成為受惠者 因為特朗普不喜歡 不歡迎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 於是 中國很多獨角獸企業 紛紛轉移來香港上市 令港交所IPO的生意大增 令到他的業績同樣來說 大幅增長 所以港交所的股價 亦不斷創出新高 在香港股市入面 現在兩大王牌股 一隻就是騰訊 另一隻就是港交所 好了 李小嘉突然間辭職 有人持官歸故 當然也有人 留夜趕科場 這次留夜趕科場 竟然是一個外籍人士 一個香港永久性居民 但又不會講廣東話 不會講中文 不會中文的外籍人士 他的名字 中文譯音 就叫歐冠聲 他的英文名字 很難讀 相信不是英文 是其他國家 英文的拼音 有人取他的鞋音 就說 應該叫做A股星 你看他的英文的拼音 就好像A股星 說是鞋音 好了 這位仁兄 原來他就是 阿根廷籍人士 而他就拿著 克羅地亞護照 如果你看他的背景 看他的資歷 原來他的來頭甚大 他在 摩通入面工作 以及 很快地從一個分析員 一路進升 升到 摩根入面 是亞太區方面的主管 所以 如果你從他的背景 和他的學歷 從他的工作的履歷來看 我相信他可以升任 港交所CEO這個職位 但是他這次能夠輪選 成為港交所CEO 引來外界的批評 外界的非議 為什麼呢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不懂中文 但是現在港交所 就是要背向祖國 港交所未來 他的業績 能夠有 長足的增長 就是依賴國內 無論是 北水南下 無論是 滬港通 深港通 還是國內的 獨角秀 來香港上市 總之 國內 不斷的支持 就是令到港交所的業績 不斷地生長 他令到投資者 是有無限憧憬的 最主要原因 一個不懂中文的人 他怎樣幫我們一起背靠祖國呢 史美倫就解釋 他就說 在港交所裏面 有很多人都會說國語 換言之 未來 歐冠星上任之後 如果他要背靠中國的時候 他就要靠 港交所裏面 其他人的幫手 既然是這樣 為何你不在港交所裏面 作聲一個適合人選 當這個CEO的職位呢 既然 港交所裏面 有人可以做到 他應該做的事 根本你就不需要請他 好了 史美倫又有其他解釋 他就說 是依靠他 打開國際市場 就希望 新任的CEO 能夠帶領港交所 邁向國際化 那我就很奇怪 如果一間企業 是要靠一個外籍人士 這樣才可以邁向國際化 這樣國內很多企業 他怎樣邁向國際化呢 大家可以看到 華為 根本 很多年前 已經邁向國際化 他的發展 十分蓬勃 甚至連美國政府 都十分害怕 是害怕華為 在全球迅速膨脹 迅速增長 由此可見 一間企業 如果他想邁向國際化 他就未必需要 請一個 是外籍人士 去領導這間公司 外籍人士 和 你的公司邁向國際化 是沒有必然的關係的 是沒有相關性的 如果 查美倫 真的因為這樣 而請了他 那我就覺得 查美倫 根本 他就不適宜 坐港交所主席 這個位 他連 怎樣管理一間公司 他都不懂 都不了解 還有你想想 如果一個 不懂中文的人 你怎樣 帶領港交所 將來來 希望進一步 擴展 大陸的市場 還有大家要留意 港交所是香港 一個很具象徵性的企業 他是代表了 700萬香港人的一間企業 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外國人來領導呢 大家看看其他的交易所 倫敦交易所 有沒有請到中國人去領導呢 他們都想 面向中國市場 那需要不需要請到中國人才可以呢 紐約交易所 是不是又需要請到中國人 才可以面向中國呢 打開中國的市場呢 香港交易所 是一個很具香港象徵性的企業 為什麼我們要一個外國人去領導呢 是不是香港已經是淪落到 全無人才 所有中國人 已經是沒有人可以升任這個職位 其實講來講去 我就覺得根本是現在香港人 越來越崇洋 香港人現在的洋奴性格是越來越重 過去殖民地時代 香港呢有很多人 都是洋奴性格 覺得呢 外國人呢就高過香港人一等 覺得呢外國的月亮是圓點的 直到今天來講 回歸了二十幾年 那這種風氣 香港人這種性格 非但沒有改變 甚至可以說呢 是越來越嚴重 大家都會聽到一句 很粗皮的說話 就說呢 香港的女生喜歡吃羊腸 其實呢 這意思就是說 香港的女生 很崇尚 是結識外國人 很崇尚 嫁去外國 為什麼會這樣的情況呢 因為呢 現在來講 香港回歸之後 大家可以見到 這一代的父母 小孩子一出生 他們就很怕他們不懂英文 一出生已經是教他們 講英文 甚至在肚子裡面 都預先跟他們講英文 他們反而就不擔心 他們不懂中文 那這種崇洋的教育 一直呢 令到這一代人 成長之後 他們呢 根深蒂固 以為呢 外國樣樣都比香港好 比中國好 樣樣都是好過人 那這種教育 也是令到 為什麼現在香港 這一代人 那麼多人 那麼仇視中國大陸 不認同自己的文化 想不到 香港這些企業 已經是幾十年了 都同樣呢 這種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那麼除了港交所 現在的CEO 請了外籍人士之外 還有大家也可以看到 證監會 他的CEO職位 同樣來講 都是外國人擔任的 那麼甚至香港司法界 大家可以看到 同樣來講 有很多的外籍人士 是擔任法官的 那麼現在大律師公會 同樣來講 竟然就找到英國一個市議員 來香港擔任大律師公會的主席 好了 說回港交所 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所以港交所 是很有象徵性意義的 那麼如果港交所 他的行政總裁 是一個外籍人士 那就是說要靠一個外籍人士 帶領香港 港交所去前進 這一點來講 根本就貶低了 我們中國人 能夠管治自己企業的能力 想過去來講 港交所由社會一直發展到今天 全部都是華人努力的成果 全部都是 香港人 中國人 幾十年來 努力建造的成果 在今天 港交所最輝煌的時候 你竟然找一個外籍人士去接手 找他帶領著我們 大家信不信他 可以做得比我們過去更加出色 以及未來港交所 是很大程度要依賴中國的 我們需要找一個外國人 然後又要向中國內地溝通 根本這次港交所 輪選CEO的結果 就是一個笑話 我們金融界 所有人一起努力 那麼辛苦打造成為 這個世界極具地位的香港交易所 這個是我們的新路成績 我們過去做到的 我不相信香港現在真的沒有人在 將來是做不到 真的不相信 將來我們真的要靠外籍人士 而帶領我們繼續走下去 多謝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